在小镇的下水道里 竟漂浮着成千上百具儿童的尸体 他们全是镇上失踪的孩子 被小丑抓到这里的 莉莉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转身想逃出去 可萌却怎么都打不开 此时身后传来诡异的笑声 伴随着一阵烟火 小丑闪亮登场 他跳着滑稽且有诡异的舞蹈 莉莉被吓坏了 他刚想要逃 却被腾空跃起的小丑拦住了去路 他单手将莉莉高高举起 然后凑近用力一闻 却没有闻到莉莉身上有半点恐惧 随后小丑张开自己满是獠牙的巨口 嘴里出现三颗散发着热光的球 在光球的照耀下 莉莉渐渐失去了意识 与此同时 其他小伙伴也赶到了古宅 他们来到枯井边 利用绳子龙流爬下去 直冲小丑的老巢 然而刚到下面 比利就看到了弟弟的身影 他抓起小黑带来的沙羊枪 一路追了过去 虽然没有追上弟弟 但却发现了正悬浮在半空的莉莉 此时莉莉已经双眼无神 彻底失去了意识 比利想救她 但身高却成了硬伤 就在这时 弟弟再次出现 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其他小伙伴也纷纷赶来 眼前漂浮的尸体 也让他们感到震惊 害怕 几人合理将莉莉扶下来 但此时莉莉已经失去了意识 无论几人怎么呼喊 莉莉依然没有反应 大家都以为莉莉没救了 但队伍中的小胖并没有放弃 他直接用自己的我 成功唤醒了莉莉 而此时比利也找到了 日思夜想的弟弟 虽然对方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但比利还是很快意识到 眼前这个人 很有可能是小丑变出来的幻想 他根本就不是弟弟 也就是在这一刻 比利接受了弟弟已经死掉的现实 果然在弟弟死后 身体便开始不停地颤抖 随后变成了小丑 比利想要再补一枪 但子弹已经被用完了 他开始攻击比利 小伙伴健壮 只能齐心协力 共同对抗小丑 可没一会儿就败下了证 小丑抓住了比利 他给了所有人两个选择 要么所有人都死在这里 要么让他带走比利 并保证以后不会出现 比利不想让其他人跟着他送死 叫大家赶紧离开 小伙伴们也开始犹豫 而一向胆小的眼镜 却在这时站起身 随着眼镜一共子拢上去 其他人也一拥而上 小丑不断变化着幻想 想要吓退他们 但他还是低估了众人的勇气 原来 小丑只能对害怕他的人造成伤害 一旦他们不再恐惧 小丑就彻底没招了 现在该聋到小丑害怕了 他爬回到枯井里 身体也开始慢慢缝碎 随后掉进了生不见底的枯井 小丑真的就这样被消灭了吗 没人知道 但除恶小团队却取下了一个承诺 如果小丑没死 27年后他回来了 那么到时候 无论他们身处何方 也要赶回小镇 再次对抗小丑